大家好 又回到我们的眸向编辑部YouTube Channel 时间 有我来自澳洲的真必思 你好,我好,大家好 大家好,才是真的好 亦有来自马来西亚的大马Sir 大家好 在节目开始之前请大家为我们三个频道 眸向正向晒冷气 点赞分享和订阅 希望你留下建设性留言 好了 今节我们 又真的中了 我不想这样说 其实 其实也不是什么应力,但这个是常识 你是冻结别人的资产 和你冻结了之后挪用 冻结 你最多说你做得不对,我冻结了你的东西 但那些东西还是你的 挪用了之后 用了没了就没了 没了就是没了 现在 这个欧洲央行 当然欧洲央行都是欧盟的体系 是其中一个 之一的一个金融机构 他 警告 冯德内恩 欧盟的头 说 你不要挪用被冻结俄罗斯资产 因为你这样 会削弱外界对欧元作为全球货币的信心 并且 会损害欧洲的 金融稳定性 你要想想 10年前 10年前俄罗斯 跟欧盟关系很好 甚至 之前也有说俄罗斯 有机会要申请加入欧盟 但是 很多地方的人 可能觉得 10年前我和你这么好 那现在 一场战争 你就 当然 你可以说因为我出兵乌克兰 你冻结我的东西 但是你洗了就是洗了 你怎样 如果战争之后你怎样还给俄罗斯 没得还 对 你知道现在很多欧盟官员已经釘上了 滞留在 欧洲金融 管道里面的俄罗斯资产 现在研究如何把这些冻结的资产 利息 利息也不让它 转移到乌克兰 利息也是这笔资产 而生出来的 资产 利息当然是钱 所以 欧洲央行 已经告诉 欧盟委员 将俄罗斯 央行持有债券利息 用在资助乌克兰 只会向全球 市场发出一个租高信号 哦 我不妥理的话 我就可以 将你的 资产给人家洗 以后还有什么人来投资 其实 这份 欧盟内部的草案文件显示 欧洲央行严正警告 如果冯德内因 敢动用 被 欧盟委员会主席 敢 真的通过 动用被冻结这些俄罗斯资产利息 用来 去缓乎的话 尤其是 在没有其他七国集团 成员参与的情况下 采取单变行动 对呀 它现在是单变行动 因为它多钱在欧盟 这样就会促使 有大量 资金储备的其他央行 抛售欧盟 抛弃欧盟 因为 你作为这些储备 原来你这样 可以说拿就拿 如果有人 行叉答错 会和你们将国家安全的无限延伸 对吗 人家对你没有了信任 就要走 所以 冻结还是冻结 但是你用的话就很麻烦 冻结 之后我还给你 你挪用了 没错 那文件 在港道 欧洲央行立场时 影响是巨大的 这样就会导致 储备 有些人是用欧元作为外汇储备 可能人家 就会对欧元计价资产 是会抛弃的 用其他货币 如果 摆脱对欧元计价资产的依赖 就是增加 欧洲主体债券融资成本 还有 别人都会 你经常说 风险化 他都对你风险化 是的 所以其实你做坏了这个样子 你明白吗 你经常说制裁 其实制裁人就是制裁自己 然后去什么风险化 那 美国正在试试 去美元化 因为你经常用这招 美元武器化 现在 你就用自己 因为他的钱在你 你也是武器化 就会令到人家贸易 变得多元化 人家贸易多元化 不依赖你 那你是不是都涉章 所以 欧洲央行 就很不智 欧盟的官员 一直都考虑 一系列处理这些被冻结 俄罗斯资产手段 包括 主动管理资产 主动管理资产 那么好听 他说 资产 用来投资 你没有问过人家的主动 所以就麻烦 你笑其实很荒唐 钱真的是他 主动管理资产 处理资产 那么好听 挪用就挪用 你也没有证据说他非法所得 是吗 没错 主动管理资产 如果他投资成功 回报就可以 那些回报就拿来 是缓乌 别人同意才可以 说到是你的 或者 把资产的部分利息 作为 囚集资金送给欧客 一样不是你的 一样不是你的钱 其实我想起 一个人就是杰斯 他也是说 拿家长 捐的钱 拿来投资 他好像没有完全拿来投资 好像供他女儿读书 是吗 我只知道他拿来炒股 有一些拿来炒股 炒股 炒股 不是完全 他也有用其中的钱 来供他女儿读书 好像是加拿大 有没有记错 是在加拿大 傑斯也是在加拿大 但是 欧盟官员现在审视所有方案 原来都存在着法律和金融稳定方面 所以不敢做决定 你之前说到这么大话 我们可以的 可以你就大惑了 别人对你没信心 如果 有一天 你经常说去风险化 别人都会去风险化 我和俄罗斯 不是很差的关系 你觉得我援助他们 把我的资产凍结 之后 拿去给另一个人 那我怎么办 欧盟官员关注的重点之一就是 中央证券托管机构 例如 欧洲清算银行持有1966亿 欧元的俄罗斯资产 仍然通过票面利息方式 获得利润 但是因为钱真的很多 第一季 现金余额利息就有7.34亿欧诺 但是由于这笔资产 遭到欧洲 欧盟的冻结 欧洲清算银行 没有办法把资金转移 给他们的合法所有者 合法所有者就是俄罗斯 欧盟委员会正在研究 如何利用这些利息 希望金融机构可以将 这些部分利用 转移到乌克兰来援助他们 欧洲清算银行 和欧洲另一大托管机构 明信银行 ClearStream 都不说任何东西 没有评论 但是这个想法 已经令到欧盟部分 承认国和欧洲央行感到紧张 他们担心 这个举动 会动摇 全球对欧盟 金融机构的信心 不过那句 你要去风险化 别人都懂去风险化 你这个都是风险 其实 欧盟 外交官也曾经说过 相关措施 完全是缺乏法律依据 可能会损害 欧元在全球货币地位 不过 欧盟外交官也说 欧盟委员会逼切想要对冻结的俄罗斯资产 采取一些措施 这些措施最早可能在 今个月提出相关的提案 不过是这样 比利时政府之前也说 他们国家计划将 欧洲清算银行当中 被冻结的俄罗斯资产 产生的利润用在缓造 好客户 例如 是军事 和 人道缓装 和帮助逃离人士 但是 比利时手上 别人问他是不是真有智慧 还是他不敢说 是不是说大了 对于部分 西方国家想着 动用 被冻结这些俄罗斯资产来缓回的想法 其实佩斯科夫 上个月也说普京发言 任何企图没收俄罗斯资产的行为 都不能接受 如果俄罗斯的海外资产遭到非法使用 俄罗斯一定会采取 捍卫置身利益的方法 会惹获上身 另外 这个资产 究竟有多少 其实 如刚才我们用欧罗港 用美金的 比较清晰一点 美金计算的话 就是3000到3500亿 大概就是俄罗斯黄金和外汇储备一本 以及 债券 债务证券 债务证券 以及 这个 货币 法律上 这笔钱 是属于俄罗斯 只不过他因为制裁了所以没办法处理 法理上真的是他们的钱 以及 这笔资产是 我战争之前 是有的 所以 不能说 是用来援助军事 说回 冻结资产 对俄罗斯方面 最大影响是什么呢 首汤其冲 俄罗斯央行 他们冻结的份额 就达到230亿欧元 这个欧盟的数字也看到 欧盟国家 正是 资产 即是储备 680亿欧元的储备 即是不算其他 就是钱 就是钱 原来 不怪比利时这么大声说话 比利时最多是500亿欧 你敢说真的 还有一件事 你不要忘记战争有日远 如果你凍结了他们的钱 他怀恨在心 又会有日报复回你们 这次发生在乌克兰 你有没有想过 之后会发生在其他国家 所以其实是笨 其实是笨的 你整天想着 因为他们没钱 真是没钱 你知道我经常是缓污 你知道 不是钱吗 还有 欧洲经济很好吗 欧盟第一带经济 德国也很糟糕 当然西方对俄罗斯的制裁原因 令到 外国投资者 都觉得 就是 同 当然 有些人觉得正义 但是站在中立的人 觉得 有一天如果我不小心 做了些你不想 我做的事 那就一样给你搞 所以呢 他们也担心 是扰乱了 就是这个欧洲央行 担心 是扰乱 投资环境 还有样东西就是 双方金融资产 凍结大战 其实都已经是白热化 你冻结我 我都冻结你的 是不是大家又是这样互斗 最后会 前妖度是搞不定呢 记住一样东西就是 这笔钱 始终法理上都是属于俄罗斯 是的 不是你的 没得动的 所以 你一搞了 还有 说真的这些都是因为 之前俄罗斯 亦是相信 欧盟 所以就放那么多东西在你那里 如果你动一动的话 以后他把钱放在哪里 我相信他都不敢放在西方 俄罗斯亦有对 不友好国家及地区 是做些事 之前 两劳报收购 我们看看俄罗斯 当然是被人冻结了很多资产 但是莫斯科 他 他现在都有很多欧洲企业 还在俄罗斯工作 但是没有被冻结资产 我们看看 2022年11月联合国大会通过一项 需要为乌克兰建立 补偿机制的决议 当时梅德韦杰夫说 到时 你搞我的话 我就开始没收 你们的资产 大家这么玩下去 我们看看俄罗斯央行 最新的数字看到 俄罗斯经济的外国投资都很厉害 1.18万亿美金 其中 超过一半的资金 就是企业的股权 另外 3,920亿美金 就是各种债券 还有就是 贷款和商业预付款 其余 现金 所以比利时有五百多亿欧罗 现金 存款和 国际货币基金 组织的特别提款权 还有其他投资 如果 真的拿了他 梅德韦杰夫说 肯定会动手 当然你不知道他动手是怎样 但是 其实需不需要 明明没有事又搞单事 没有钱 开始着急 看得出 他真的没有钱 真的没有钱 要么就给一些兼的工具 其实你怎样都会得罪俄罗斯 老实说 虽然现在不是直接战争 但是 第一 你已经给了这么多价债 但是你又令到乌克兰赢不了 OK 第二 就是 你好像这样 将那些资产 拿来给乌克兰 其实又是会得罪俄罗斯 最后怎么做呢 我相信你也是叫他和谈 但是冯德罗因其实都不是很愿意和谈 你看 其实美国 经常都说和谈 希望和谈 但是你看欧盟其实很少说 因为他有一些欧盟东侧的国家夹着他 立陶宛 波兰那些不愿意 当然乌克兰自己也不愿意 冯德罗因其实也是个很民粹人 不过他民粹是听大声的人说 之后其他 一半就听美国说 所以如果他做北约秘书长都蛮糟糕了 希望就不好了 最近没什么提他 是 因为现在都是斯托尔邦伯格 继续做的呼声比较高 都对的 找一个比较 靠谱的 找一个比较靠谱的人 现在欧盟自己也自身难保 当然他就是没钱 有没有其他办法 报理税呢 再收些报理税 外收啊 又来收啊 对啊 不是怎样 不是怎样 可以做的事情不多 因为大家 当然十一轮制裁没正正式通过 但是可以再做什么 制裁呢 真心问 我真心问一问你 其实第十一轮制裁就是为了 令到那些制裁真的行得通 结果 有什么出来呢 暂时我看不到他有什么实质出来 你理开就是这样 好 今次节目时间到这里 多谢各位再见 明镜与记得出品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